關注全球自由進展的自由之家 在昨天的網站上面 公布了2011年新聞自由報告 報告顯示 台灣在全球196個國家中排名第48名 屬於新聞自由國家 但是新聞自由度的評比 卻連續3年出現下滑 其中報告 5月3號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 台灣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 告知新唐人亞太電視台不再續約 衛星服務 此舉引發輿論對台灣新聞自由的關注 以及中共在背後黑箱操作的擔憂 就新唐人不受到續約 他已經不是一個電視台 跟某一個電信產業之間的 單純的一個契約問題 而升高到在一個國家當中 有憲法保障下的獨立傳媒 能不能夠繼續在一個民主法治 土地上發生的問題 中共這幾年來 一直在利用商業利益 要挾微信公司 打壓新唐人向中國大陸的播出 我們希望中華電信和台灣政府 能夠秉持自由的理念 維護大陸民眾 希望看到的自由信息的平台 中國要是沒有 其實像新唐人這一種敢說 敢做 敢講 事實的電視台 那中國根本沒有希望 兩岸很多的事情 只有我們新唐亞太台能夠發生 這個是我們一個社會責任 新唐電台就是唯一能夠讓法輪功被迫害 還有中共的惡行惡狀 讓全世界 特別讓中國大陸的人民知道的一個管道 所以新唐電台的存在是絕對必要的 5月3號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 美國資深眾議員羅拉巴克 直接了當對台灣瓦英九總統提出疑問 信中寫道 如果台灣不支持在中國境內 為爭取思想自由的奮鬥 我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去支持台灣 我們很擔心 我們很擔心 我們看起來的事實在不明顯 並沒有很好的理由 讓我們決定不斷改正的合法 所以我們對我們非常擔心 我們都要注意到它 我們會在我們的報告中的報告 中華電訊真的要嚴肅地考慮這個問題 尤其是它在壟斷權的情況下 它必須要考慮到公益 不是只是商業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們還是在那裡要求交通部 獨島把中心2號提供相關的頻道給你們 NTT provides a very useful perspective and a window to the world for Chinese people the only antidote for that I think is information is the truth and in this case they're trying to stop the truth I'm delighted that NTT TV will once again be broadcast from Taiwan there'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important link 中華電信跟新唐人最後雙方已經敲定了 在6月29號雙方完成這個續約的程序 感謝國民兩黨的委員及黨員的這個方面對於我們的支持 尤其是海內外政治界法律界和傳媒界以及新唐人的收拾戶大力的向我們台灣民主法治的政府要求保障新唐人獨立媒體 今天呢只要中共的這個獨裁政權的本質不變 繼續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自由訊息的傳播 那新唐人雅太太呢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保障之下 就必須要很謹慎的 謹慎樂觀的要求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給予我們保障 我們很久不見 沒事的 其實比如說... 我們很久不見